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能够疗心 今天两个跨海医疗援助案例 来自大陆福建厦门的杨小冬与陈团志 杨小冬是严重的僵直性脊椎炎 双手抱息19年 而陈团志则是罕见的双膝反驱L型女孩 双脚无法正常行走 她们的人生在遇上慈悸后大转弯 如今人生风光 大不同 雪寒的人生 挫制的身躯 重新拼图 没手术啊 大不了就是截肢 把截肢说得如此冷静 破釜沉舟的勇气 是因为陈团志26年来 从未能好好用过自己的脚 她的双脚 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膝盖弯曲超过130度 是全球医疗文献 仅三立的先天性双膝反驱个案 我们要做分别130度跟160度的矫正 这是一个相当幅度相当大的一个切骨矫正的一个动作 一般骨壳手术大概没有人做到那么大的矫正动作的 2013年年底 陈团志从家乡大陆福建厦门 到了台湾花莲刺激医院 我手术进去时都是满脸笑容 我手术后出来却是满脸的难受 很痛喔 指痛针打了 打了 第三次出来后流眼泪了 因为痛没忍住 来来去去手术房 陈英和医师是改变陈团志跪着走路的关键 也是定心丸 我相信院长 对 然后就是很新安 然后也就是什么都不害怕 开完刀编口也是不一定的 手术还OK的 经由这些扶具的串带才能够呈现 他将来的情形 我身为他的组织医师 我是跟他一样 那么急切的需要知道他开完刀的情况 所以当然就由我来 哈喽 从L型女孩 人生用眼泪堆砌 到现在脚踏实地走路 能够期待自己的未来 可以让他滴到大蚁王啊这样的 不只是疗治好他的身体 其实最重要是疗治好他的心理 正言上人说的是他 杨小冬 严重的僵直性脊椎炎 杨小冬身体全躯 双手暴息19年 外险的异样 让他害怕与人接触 他就是不肯见人 看见人来就这样子 来来来来 湾区将近200度的身体 在厦门政府和慈济志工努力下 在杨小冬身上 见证跨海医疗奇迹 杨小冬有了第一份工作 在台商食品工厂 担任清洁工 看看这时的他 能直视他人 笑容带有自信 和过去判若两人 而陈团志改变更大了 两小时搭车转车 对于不能久坐久站的陈团志来说 想与一般人一样 当个通行上班族并非易事 为了帮助佳绩 陈团志到厦门莲花医院 做体检化号人员 你要体检是吗 这边写两次 然后贴一下电话就可以 就是一个小菩萨 因为他会给周边的人 带来的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他最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一个是他的坚强 还有一个就是阳光 这个小巨人 不只扭转自己的人生 还穿上志工背心 把心中阳光照进更多人的心里 你会听啊 我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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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路不平坦 从然还有一点难 我的泪滚着汗水碎风干 我的心不平凡 错着让我更坚强 我的名字叫勇敢 感恩赛兰 感恩认识法兰 感恩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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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所有人 感恩 好